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2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杂志民调2021县市长施政满意度 花莲县长许正卫已近8成,近78%的满意度 再度拿下了五星级县市长的殊荣 而且是台湾本岛非六都中为二的五星级县市长 县长许正卫感谢乡亲以及议会的支持 而县政府团队也将会持续的打拼建设花莲县 8月份的升旗典礼 现在许正卫并且针对日前杂志民调公布 2021年县市长施政满意度 花莲县政府已近8成78的满意度 拿下五星县市长殊荣 且台湾本岛非六都中为二的五星县市长 在环保教育观光八大施政面向 创下77.2%满意度支持 现在许正卫表示疫情爆发之后 冲击各行各业 在艰难的时刻服务乡亲始终是秉持的 以民意为一归 以国际智慧城市光光友善花莲为目标 感谢乡亲的肯定 县府团队会持续打拼 也感谢议会支持和府会和谐 在这里真为要感谢我们所有的居处 以及所有的民意代表所有的花莲相亲 我们在这一次的远见民调 在五星得到的五星大幸再次轮获 我想这是大家一起的努力 在这里我非常非常高兴的是 我们的教育 从富坤其现场到现在 我们的教育每一年的现预算 都是占五成以上 然而在今年 我们终于让全国看见花莲的教育 不是后山 花莲的教育日出东方 花莲的教育了不起 所以我要谢谢 我要谢谢教育处 无论是刘美甄处长 李育仁处长 姚中处长 在这几届里面 在推动我们智慧教育 交往中心的能量 还有整个科普 在所有的一百年一个小学 发光发亮 延续到国中 让他的科展 能够结合整个科技教育 这是真为叛为观止 孩子的潜力无穷 所以在这次的远见民调里面 我们的教育 融战到第二位 连江县第一 花莲县第二 大家要不要为自己鼓掌一下 所以 花莲县政府 我们所有的兄弟手足 放心的把你的孩子 让他在花莲来受教育 如果你有朋友 是在外县市担任公务员 我们更希望他能够移居到 最适宜人居 最重视教育的花莲县 而这次民调从3月2号到4月16号进行 由于5月中疫情急升温 现在进入三级警戒 因此延后疫情损还才公布成绩 今年度 县市长施加满营度调查 成功访问14321位 各省市民众 这里终于观察不到